欢迎大家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个星期 车谈所发生的大小事情 第一则新闻 Prodot Myvi 大改款最新消息 哇,真的是很久都没有听到 有关于这个Myvi这款车的消息了 继2017年以来 推出了首款自家研发的Myvi 之前一直以来都是换排的Diha Sudburn 根据我们的独家消息 新代一代Myvi已经在开发的阶段中 上市的时间汇落在D66B SUV之后 也就是2025年 之前也有消息指出 Zerota正在以DNGA平台开发的最新一代Passo 并且也是会在2025年的年初发布 对上时间点后 真的是不禁忍的猜测 Passo会不会就是新一代的Myvi呢 目前Prodot已经开始逐渐淘汰 原本那颗1.3L的自然进气引擎 我们相信Myvi DNGA 很大可能会取消入门版1.3L的车型 并且配备这个1.0L涡轮增压的引擎 最大马力为96HP 风值扭力140Nm 而顶级版本车型也可能会用 1.5L的DUAL VTi的引擎 最大马力104HP 风值扭力138Nm 匹配的是DCVT的变速箱 同时间Prodot也承诺 未来旗下的车款将会电动化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Myvi首次出现 Hybrid引擎的契机 第二则新闻 Proton Exora年末停产 根据消息 Proton Exora这款车型将会在今年的年末停产 长达一个14年的销售生涯 未来也将会只有更高端的X90这一款气人座的车型可以选择 其实这款车在去年原厂的年销售量其实是最低的 只有4275辆 但是它依旧是2022年12月份最畅销的C-Segment MPV车型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销售量其实并不算太差 未来原厂也不会有替代的车型出现 目前Exora是在去年的8月份推出的升级款 也就是Proton Exora MC 支援HighProton 也可以有Mirror Link投屏 也升级成黑色的皮革座椅 引擎还是维持了1.6L CAMPRO Turbo引擎搭配Punch CVT 安全配备 什么盲点侦测车道维持ACC主动跟车 这些都没有 Exora还是相当受到电招车 而得失时机的欢迎 他们如果真的是被停产的话 那或许他们只可以去选择Proton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不知道对于它的停产 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第三则新闻 Proton Artiva可能在下半年推出升级版 其实2023年年初就有消息指出 这款车会有升级的版本 其中AS S3.0系统有可能进行提升 最主要的差异就是最新的版本 在原本的ACC主动跟车系统增加了Stop&Go的支援 还有新的9吋触控屏主机也会支援现金主流的配备 比如讲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这样的提升可是大大的提升了这款车的竞争力 对于安全配备以及触控主机的升级 你们觉得有什么看法呢? 第四则新闻 2024年Toyota Tacoma 闪亮登场 全新一代的Tacoma 终于亮相了 毫无意外新车就是基于 TNGA F 平台打造了 除了原本的纯内燃机车型以外 它还推出了混合动力的车型 虽然它是美国的车型 但是同为中级皮卡 它就是我们这里的Hilac的远防表弟 全车系搭载的是这个2.4L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六速手排或者是8AT的自排变速箱 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动力调校 而在高功率的版本则有278HP和429Nm 另外加入这个Hybrid的系统 电机可以额外提供48HP的动力输出 达到326HP和630Nm 另外在不一样的车型上 也有着不一样的后悬吊设定 高配合车型甚至是使用这个 独立式的Multi-Link多连杆作为后悬吊 可以根据不一样的车型 用户的需求提升车子的越野性能 或者是舒适性等等 这款车全车系标配Toyota Safety 3 3.0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其中还包括了这个全数域的DRCC雷达主动式竞速巡航 希望未来Hilax也可以有这样全套完整的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最后一则新闻 最后的纯汽油2022年Nissan GT-R美国上市 新款的GT-R早前就已经在2023年的TOKYO Auto Saloon上 并且不同于日本市场的限量贩售 这款车在美国似乎是没有限量供应的 最入门的GT-R premium售价是从122885美元起 也就是马币大概555千起跳 最贵的就是Nissmo版本 起码要价马币100万起 小改款车型更换了全新的保险感设计 LED的热型灯的设计也更有改进 有零片式的雾灯 最帅的还是这个Nissmo的车型 有着更夸张的空气动力套件 包括了前唇 扰流板 大唯一 而且唯一比之前大了10%的面积 带来更出色的下来力 引擎还是一样3.8L V6 Twin Turbo 引擎匹配双离合变速箱 其中Premium和T-Spec版本的车型 最大满力表现为565HP 峰值扭力表现633Nm 至于Nissmo版本 则是进步到了 最大满力表现为600HP 峰值扭力表现652Nm 0-100加速只需要2.7秒 急速超过322km每小时 虽然这款车在美国不限量开卖 但是在日本还是实行这个限量的翻售 因此我们要买到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可是只要你有钱 找进口车商帮你从外国带进来 可能就是贵多一点点咯 不过我相信 还是难不倒在座的各位富豪们的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o 雅 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